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顶姊妹平安,我是麦全道 欢迎大家回到每个星期一节的主要学课堂 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叫做以马来利 不知你知不知道以马来利是什么意思呢 在圣经里面以马来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世人同在 这个是上帝的一个祝福 亦都是他对我们的一个应许 为转望的人带来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上帝与我们一同的经历 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今天当我们打开以赛亚书 我们会看到第六和第七章 以马来利这个字就在第七章的部分出现了 那我在打开圣经之前 让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上帝恳求你与我们同在 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纷争 人与人之间的猜疑猜忌都成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看到很多人性里面黑暗的事情 令到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很困难 令我们心里面感觉到不知道怎样去应对 天父上当我们面对生离死别的处境的时候 有时我们内心里面都非常难受 我们会问上帝你 为何这些事情会发生 为何要我们经历伤痛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明白 但是上帝 恳求你藉着你圣经的说话提醒我们 你是那位愿意与人同在的上帝 你是那位纵使有公义的审判 但仍然有恩慈 要临到每一个属于你的人的那位的救主 天父 今天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求你给我们有智慧 让圣灵充满我们 去领悟明白上帝你的奥秘 我们这样同心祈祷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这个部分 其实那个时间大概就是主前七百四十年 当中是记赛着以赛亚 他当时梦上帝选召作先知时候 见到的那个异象 但这个异象可以说是非常出名 因为我们后来很多的人 很多圣经的读者 甚至乎牧师传道都会在广道上面 去讲到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发生的背景 其实就是犹大国乌西亚王的时代 当时乌西亚将国家带到去繁荣稳定的时候 但因为他得罪了上帝 而他最后患大麻风死去 这段事是记载在历代之下第26章 你如果去看回圣经的话 你就会知道了 当时他是不理先知 不理这个祭司的劝阻 他必要去入到圣殿里面献祭 他说献祭一事而已 我自己都可以做到 于是他走进去圣殿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得罪了上帝 因为他罔顾上帝给人的法则 罔顾上帝要人分别为圣的去敬拜他 于是他上帝就令到他患了大麻风 而他们因为大麻风的病而死去 当他死的时候 人民百姓非常之悲伤 因为当时的犹大国非常之强大 但是后来也都因为这样 犹大国进入没落 但是有趣的是 以赛亚去记录着他见到的异象的时候 他是看见天上的君王 仍然坐在宝座之上 满有能力和威严 这个君王的形象 与他当时见到乌西亚王的景况 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是超越过地上君王的那个气势 是满有能力 满有威严 这个可以说是带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在地上君王之上 坐在宝座上的上帝 才是真正掌权作王 如果你想清楚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其实他们之前 他们一直在撒母义时代 都是神权统治的 由上帝亲自去带领他们 以后祭司才知 成为他们国家的领袖 但是后来 他见到其他外邦国家的兴成 他们就觉得 需要有皇帝 于是就向神 求告 我们都需要有皇帝 唯有 上帝 就 容许 百姓有这个决定 结果 就会看见 就是 用人 成为了人的君王 带领着人民百姓 因为人是有误差的 不是完全属于上帝 甚至乎不听先知的说话 令到 很多代的 以色列的皇帝 都是抹落了下来 淪陷到现在这个时候 其实可以说 是由大国走到最后最后的阶段 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以赛亚一开始 用了诗歌 用了不同的方式 去形容 当时 这个 犹大国他们的 淪陷 他们的 中国 究竟是怎样 而是没有介绍 自己 直到第六章的这个部分 以赛亚先将 自己蒙照的经历 写了出来 以赛亚蒙照的经历 摆在这里 可能是因为 之前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 是非常之重要 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是逼切需要 首先摆出来 要大家都看得见 要大家都知道 当时的处境 是多么水深火热 因为上帝要兴起 其他的外邦的国家 去 惩罚 犹大地 惩罚那些 本来属于他的人 但是离开了他 所以 今天 我们就会看到 以赛亚他的出身 上帝怎样呼召他 而他 又怎样 回应上帝的呼召 我们一起读 以赛亚书六章 第1节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定意上随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弗士纳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廉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盛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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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间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 和哉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众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有一撒拉弗 飞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红灿 试用火箭从壇上取下来的 将炭尖我的口 说 汗呀 这炭尖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 就射灭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献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猜献我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 深蒙之油 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变得医治 我就说 主呀 这到几时为止呢 他说 直到成一荒凉 无人居住 房屋空闲无人 地土极其荒凉 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 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恒多 境内盛下的人 若还有十分之一 也必被吞灭 将律书 将书 被砍伐 书等子却迎全流 这圣洁的种类 在国中 也是如此 我们读到这里 当我们读起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没有发觉 是非常熟悉的 特别是那句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这个是很多时 在报道会里面 或者 在这个 陪灵会里面 受决志的时候 当时 那些牧师 都会提到这段经文 我们怎样去回应上帝 主呀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这段经文 也都出现了 在一个 特别的异象当中 而这个异象 也是非常之文明的 因为 当时 以赛亚 就见到上帝的荣光 高高的 在宝座上面 他的衣上 随下遮满圣殿 是一个很宏伟的 从天而降的 一个大的异象 然后 有撒拉弗 撒拉弗 就是天使 博弈的一个名字 他的名字 是有燃烧的 那个意义 在原文里面 那个字 是解住 燃烧的一部分 他有六个的翅膀 两个翅膀遮臉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 飞肠 你不要问 麦传道 究竟 为什么 这个异象是怎样 我们要记住 在圣经里面 有一些异象的描述 我们没办法 用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 去理解 这些是上帝 特别 做出来的 他的差役 他的博弈 所以 他的形象 未必是 跟地上 我们看见的 飞禽走秀 是一样的 我们 亦都不需要 额外去猜想 这些 在圣经里面 描述出来 一些特别的 物种的 形象 因为 这部分 并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 我们怎样去看 上帝让人 去经历 那个异象 的时候 那个人 以赛亚 他经历了些什么 当他见到 这样的 情景之后 地大震动 充满了烟云 他立刻就说 哎呀 糟了 和灾 我灭亡了 为什么灭亡呢 因为我有罪 我是嘴唇不结的人 住在嘴唇不结的闻当中 因为我有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夜 他见到上帝的面 他立刻发现 我有罪了 我是会死亡 我没有办法 站立在上帝的面前 然后 有一个撒拉弗 就飞到他的面前 拿着那个红炭 就是用火箭 从坛上取来的炭 就将炭 碰碰 他的嘴 就跟他说 这个炭碰碰了你的嘴 你就得结症 你的罪恶 就卸面了 然后 他 当他罪得赦免 当他成为圣洁的时候 上帝使用他 于是 上帝就说 我可以猜献谁呢 谁可以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就回答 我说 我才者女 请猜献我 于是上帝就将他的信息 告诉以赛亚 当以赛亚 他在上帝的面前 得蒙赦罪 当他立志 愿意被上帝使用的时候 上帝将天上的信息 告诉他 你要让这些百姓 听又听得见 但是不明白 看又看得见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 一个关乎 百姓受审判的信息 反而上帝要他们 不知道 不听得明白 在这里讲到 百姓要听得见 那个信息 但他只可以 看得见 听得见 但是不明白 因为他们 厌弃了上帝的 分辉 其实说什么 他们都听不入耳 都不明白 因为 他们是成为了 最终 不结的闻 他们以目 发尘 昏违 完全 没办法去明白 究竟 上帝讲什么 甚至乎 听到 但是心里面 不做 甚至乎 心里面 仍然光硬 远离上帝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回转 归向上帝 一个 重新得救 清义的过程 其实非常之简单 就由我们 认罪 求主 相信主 的时候 就开始 但是没办法 当人的心里面 被蒙蔽的时候 当人的罪恶 满布 遮盖了上帝 说话的时候 人就是 连这个 回转的 那个 心意都没有了 上帝不是 想人 永远 无办法 悔改 无办法得医治 而是他描述 真实的情况 是上帝 监察着人的心 知道他心里面 光硬 就是当他们 听到上帝 启示的说话 当他们知道 先知的预言 其实 他都不会接受 可能他仍然会拒绝 和藐视 上帝的救恩 亦都因为这样 让他们无办法得救 所以 上帝预言的灾祸 就要临到他们 伊赛安蒙照 厥子 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他见到异仗 然后他承认他自身的罪 后来 上帝结净他的罪 有火的炭 将他的罪 结净了 令他可以洗净得结净 最后 他顺服于上帝 他接受这个 呼召 于是 他就去将上帝的讯息 说给世上的人听 这个 就是 以赛亚 蒙夫赵的 那个经历 然后 镜头 就回到地上 看到 乌西亚王 他的那段的日子 究竟发生了 什么事 我们一起看 以赛亚书 第七章 乌西亚的孙子 若坦的儿子 由大王阿哈斯 在位的时候 阿兰王利信和利玛利的儿子 以色列王比加 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却不能攻取 有人告诉 大卫加说 阿兰与以法联 已经同盟 王的心和百姓的心 就都跳动 好象 临终的树被风吹动 一样 易博华对以赛亚说 你和你的儿子 撕亚亚述出去 到上池的水沟头 在漂泊地的大路上 去迎接阿哈斯 对他说 你要谨慎安静 不要引阿兰王利信和利玛利的儿子 借两个冒烟的火把头 所发的烈怒害怕 也不要心里胆怯 因为阿兰和以法联 并利玛利的儿子 设计谋害你 说 我们可以上去攻击尤大 扰乱他 攻破他 在其中立他 比勒的儿子为王 所以 主 也和话如此说 这所谋的 必立不住 也不得成就 第九节 你们若是不信 定然 得得立 我们读到这里 当以赛亚的故事 回到地上 他见到 阿哈斯 因为见到 其他的皇帝 同谋 要谋害他 的时候 他心里面 非常之 胆怯 他也都觉得 自己没办法 一定是会被人杀 被人伤害 在混乱的时间 以赛亚就 奉上帝的 巧遇 告诉 阿哈斯 他要坚定 他的信心 在上帝的面前 不要向以色列 和阿兰军屈服 也都不要向 亚述求助 向哪个求助 要单单 仰赖上帝 心里面 不要胆怯 不需要害怕他们 因为这样的缘故 你就能够 站立得稳 但是 当时以色列 其实是已经被 亚述所灭 不过以色列 和敘利亚 已经结成同盟 可以说 在犹大王的身边 根本就是水深火热 他们随时 就可以攻陷 耶路撒冷 犹大王阿哈斯 因为这样 听到这些信息 心里面 非常难受 非常恐惧 他无视 以赛亚的劝告 他完全 不将以赛亚 说的话 放在眼内 你说 不要靠人 不要去巴结盟国 亚述 不要 去跟其他任何人 去广和 不要靠自己的军队 势力 单单靠上帝 他感觉可能是很虚无缥缥 或者他根本 已经忘记了 他怎样 倚靠上帝 于是 他就跟势力强大的 亚述 结盟 结果 结果就是当时 我们在《猎王记》下 看得到 整个的犹大国 被吞灭 而 北国的以色列 很多的百姓 就被老到去亚述 之后 北国以色列 就完全被毁灭 但其实当上帝向 这个阿哈斯 宣告 他的应许 祝福的时候 上帝有一番 的说话 是非常之重要 告诉他 他必定 是会可以 见得到 上帝的同在 故事 就来到第七章的第十节 亦都是 一段我们 在圣诞节经常会听到的经文 讲述 以马来利 第七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又晓语阿哈斯说 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 求一个笑头 求显在深处 求显在高处 阿哈斯说 我不求 我不思探 耶和华 以赛亚说 大卫家 你们当庭 你们使人厌烦 岂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 因此 主自己要 给你们一个笑头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 以马来利 到他晓得 气恶宅善的时候 他必吃 奶油与蜂蜜 因为在这孩子 还不晓得 气恶宅善之先 你所憎护的那 异皇之地 必至见弃 耶和华 必使阿朔王 攻击你的日子 临到你 和你的百姓 并你的父家 自从 已发年 离开 有大以来 未曾有 这样的日子 我读到这里 我们怎样会看到 这个阿哈斯 其实他根本 不去 倚靠上帝 就是其实 上帝已经吩咐 阿哈斯 就跟他说 你求一个笑头 当你见到这件事 你就信的话 就可以了 阿哈斯就说 我不求 我不试探 耶和华 当然 我们这样看 就好像 他知道 不应该试探上帝 但其实这个事情 是谁跟他说的 是上帝亲自跟他说 要他求一个笑头 要他 可以找到一些 凭证 令他相信 但是没办法 他连上帝的说话 他都不照做 那以赛亚就 将上帝的那个笑头 亲自告诉他 你既然不求 你既然不依靠上帝 那你就要听 因为主自己 要给你们一个笑头 别有同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 以马来尼 上帝藉着 一个的名字 给阿哈斯去看见 他的应许必定同在 这个名字 非常之特别 叫做 以马来尼 Emmanuel 意思就是 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这里 讲的 上帝的应许 是告诉你 不用担心 在这段患难的时代里面 还会有一个的同女 或者是 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 是讲的是 同精女 甚至乎 是 可以是普遍的 是指导那些年轻的女 在战争患难的时代里面 仍然会有人 去生出一个的儿子 一个的小朋友 而改名 是上帝与同在 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之大的信心 一个的表现 和一个 很大的祝福 如果当时 真是能够见到一个同女 怀孕生子 一个年轻的女人 他能够生了个 的儿子出来 改名叫做 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话 其实是可以令到 阿哈斯得到信心 但因为他根本对上帝 完全没有信心 他已经不遵照上帝的吩咐去行事 所以 他无办法 就算看得见的话 他都无办法 得到这个的祝福 但其实上帝也同时间 预言了 当这个小朋友 长大到会讲说话 会分辨善恶的时候 那他就会 那些威胁 犹大生存的 那两个王 其实都已经 要败亡 但是 很不幸的就是 阿哈斯 连这一点点 上帝 摆在他面前的 要他相信的 一些凭证 他都无办法去接受 也都无办法 去避免 犹大国 最后被吞灭 这个可以说是 犹大国的结局 以色列家 一个很悲惨的 一个结局 因为上帝的惩罚 临到他们 但是当我们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在马太福音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更深一层的体验 我们知道 以马来利所说的 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 这个 才是预言的 最终应验 指出上帝的儿子 耶稣降生在世上 上帝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 才是真正 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展现 这个上帝将他自己 完全的 完全的爱 送给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行 这个 才是最大最大的 祝福 在以赛亚书之后第七章开始 直到十二章 其实被称为这个 以马来利的预言 在多处也有预言到 尼赛亚降临的那份的应许 在第七章 十四节 预言尼赛亚的名字 叫做以马来利 是我们今天看的课题 在下次我们可能会看到的第九章 六节七节 预言尼赛亚以婴孩的样式出现 身为大卫的后裔 实现上帝对大卫家的应许 在第十一章 预言到尼赛亚 虽然是君王大卫的后裔 但是他出生于卑微 可以用平民百姓的身份 是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是会成就大大的祝福 大大的应许 这个 就是上帝与世人同在故事的开始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感谢你 感谢你 遵守你的承诺 按照你的应许 为人类带来 永恒的盼望 永恒的祝福 借着耶稣基督降生在世界上面 我们看得见 我们知道 我们心里面明白 你 真是那位 以马来利的上帝 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 认识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更加要将我们的生命行为 交托给你 我们藉着我们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 恳求你帮助我们 行走人生的道路 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活出 上帝你与我们同在 时刻充满着我们生命的 那份的美好 天父多谢你 让我们在患难的世代里面 藉着圣经的说话 给我们提醒 你是怎样看顾着我们 要向那些投靠你的人 能够重新的 看见你的应许 看见你的祝福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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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